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它 藏在這堆雜物中 你好像很會藏喔 這樣應該感覺不像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 先吃囉 對晚點再繼續錄 他姿勢會不會很醜 不會 欸鱸鱸我問你這樣吃你會不會覺得太醜 其實我們現在有在拍片喔 所以你可以不吃外面燙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王宇康熙 剛剛Lulu還在整理頭髮 但是我已經開錄了 今天這集是一個特別企劃 看到Lulu就知道我們今天就是要吃爆 那今天這一集就是一個吃爆的Vlog 因為現在我們在高鐵站 所以我要帶Lulu回去我的家鄉台南 吃爆台南 那我想要問一下Lulu 你對台南的有什麼印象 東西很多很好吃 因為你知道之前就有Youtuber問我說 如果你要選 你會選哪一座城市 就是你覺得它是好吃 我選高雄跟台南 其實高雄有很多吃的 對高雄的美食其實也很多 但是台南才是那個美食之都啊 好不好 你是不是要引戰啊 因為我是台南人 我覺得台南是我的驕傲 它其實台南現在除了是美食之都之外 它其實也是環保小兼兵 所以我們等一下 我就會帶你去一探究竟 到底是怎麼樣大吃大喝 也不會製造垃圾 欸你知道我上一次去的時候 還在製造垃圾 我看得出來你製造很多垃圾 比你來我在做 因為Lulu基本上一餐 要吃五到六個人的量 它才會是有飽的感覺 好那總之沒關係 今天這次Vlog就是在紀錄 我們在台南的一天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那我們就走吧 GO 好大家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到台南了 現在Lulu呢 在跟她的助理 就是在隔壁的房間 討論說今天晚上 他們有那種企劃要拍要怎麼拍 那我跟助理呢 現在躲在我們房間的廁所 因為我怕 我們在房間講話太大聲 會被隔壁聽到 其實我們今天是要進行一個 非常邪惡的企劃 就是前陣子不是韓國很流行 就是假吃嗎 就在鏡頭前吃很多 但其實私下可能是吐掉啊 或是根本沒有吃完 那我就很好奇 雖然我跟Lulu真的是很好 我們也出去吃過幾次飯 他是真的都吃蠻多 所以其實這支影片 真正的目的是要來偷拍啊 到底會不會吃這麼多 然後等一下我就會在房間 假設好攝影機偷拍 然後看來路上 Lulu就說他有一點餓 然後我就打算等一下 叫一下Food Panda 就是他們有合作一些餐廳 是有環保外送的 那我們現在呢 要先使用好合器的這個官方奶 先註冊 那等一下我們用Food Panda 叫餐的時候 就是也可以再點選使用好合器 他送過來的時候 就會是用環保餐具 那我們現在呢 先使用就是好合器的LINE 官方帳號來註冊一下 然後用他的手機號碼註冊 OK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 就差不多註冊完了 等一下我就會正常的 就像在拍過的方式 然後拍一個點餐的畫面 之後我就會偷偷的把我的那個 隱藏的攝影機打開 然後等餐點來 我們來看他到底是不是可以全部吃完 還是就是 在鏡頭前面掩飾吃個幾下 然後剩下的全部都浪費 不吃 你覺得 我覺得他會吃完 我相信他不是騙人的 其實我也相信他不是騙人的 但是我就是想要做個這個人體實驗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外面夾攝影機 Go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就是把它 藏在這堆雜物 你好像很會長喔 這樣應該感覺不像吧 好 那掌握一點 欸 這麼快就來啦 欸 對啊 很久欸 開幹嘛 欸 隨便坐 隨便坐 好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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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這樣好 好 好 那我剛剛不是有跟你說 在台南 對 現在台南呢其實非常環保 是因為台南呢 現在有出了一個新的叫做愛地球外送 就是他跟環保署還有台南環保局 跟好合器還有foodpanda 他們四個一起聯名起來的 現在只要叫foodpanda 然後你可以用好合器的官方LINE 綁定之後呢 他送來的東西就直接會是用環保餐具 欸 太讚了吧 超級超級超級屌 然後規環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他目前站點還蠻多的 簡單重啟之後規環到他們那邊 他們那邊會再更仔細的把它洗乾淨 所以其實是很環保又很乾淨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打開foodpanda之後呢 他這上面有一區是可以使用這個愛地球外送 他點進去就是使用這個循環餐具 然後就可以點你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今天住這 所以就是他有幾間可以選 那我們就先來訂一下 訂飲料先喝起來 你想喝什麼 有沒有甜啊 我要甜到爆炸 Lulu真的是喝超甜 那我們先使用這個循環容器 你要什麼冰 去冰 然後我們在備註這邊呢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註冊這個好合器的官方LINE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只要備註我們的會員的ID 會員ID是助理手機而已 對不起我被備你手機 好那我們就加入購物車 然後等一下晚一點也會有循環的順序 所以會再教大家這樣 好 停錄 現在就正好點 對這樣正好 反正我就繼續錄啊沒關係 小松你check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呢 Lulu的下午茶已經來了 欸看一下大家 登登登登登 還有這邊 喔 超多 而且這顏色超漂亮欸 他這全部都是環保的餐盒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有點小意外 因為剛剛呢就是我們有訂這間 他叫做利歐茶飲 他其實原本應該也是環保的 但是因為他就是 剛剛有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他的環保杯 因為大家真的是太詳應這個環保活動 所以他有不夠 問我們可不可以再等半小時 就會有人來歸還 他就可以補充新的 但是因為我們晚點還要在Lulu的影片 我就跟他說沒關係 那他說那可不可以用一次性的代替 然後我們就說OK 他還剛推出沒多久 就這麼多人在想 我覺得可能是真的有很多間學校都在訂飲料 一次那種40杯過去 喔就功不應求的狀況啊 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 開吃 對開吃 欸他其實這個顏色是真的是那種很漂亮 我喜歡這個顏色 他質感很好 對他質感很好 而且他其實蜜蜂的也很緊 我們是點了五加不同的東西 所以他送過來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先吃囉 對晚點再繼續錄 對晚點再繼續錄 這樣耶 好 OK 他質感很好 這是會不會很重 不會 欸Lulu我問你這樣吃你會不會覺得太多 其實我們下面有在拍片喔 所以你可以不吃外面茶 不會啊為什麼你會覺得多 我覺得這樣很多啊 怎麼不說啊 這邊四個東西然後這邊這個東西還有什麼 你怎麼會認為一個麵包就可以滿足了 沒有了我 欸沒有你自己看像 像前天他吃 他吃麵包他也可以吃上那種上百的 沒有了 所以下午茶正常這樣吃是OK 是可以的 沒有了 女朋友不要找這種 他通常這樣吃完然後還可以再拍一遍 因為他會說味道是不同 蛤他不會覺得很飽嗎 那這個怎麼訓練 可是我覺得就是你要習慣吃很多 其實他之前拍月的時候有講過說 其實是你的大腦發送集資告訴你 你現在有點飽 所以你什麼不想吃 好我們現在呢 全部 我們吃完了 而且因為剛剛就是助理跟那個博婷他們的麵 都沒有吃完 就是還各一半 然後也吃完 他等於吃了兩個麵 兩個古巴三明治 然後一個貝果 然後再一個麵包 然後又吃了兩個 然後飲料喝兩杯 現在已經五點半 然後等於六點要去夜市 然後還吃這麼多 我現在整個超爆傻眼 因為我沒想說 鏡頭在拍的時候還會吃這麼多 但是我剛剛就是已經 主鏡頭沒在拍了 我們是用偷偷拍 就是還是真的把它出刺口 我真的是 甘拜下佛 所以他是沒有假吃的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來簡單的保養這個 在歸環之前 我們可以用簡單用清水來把它清洗一下 再把它去歸環 然後現在呢 他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像我們只要吃完之後 對不對 我們把它這邊ID 用訂單編號 點進去那個好耳機的官方LINE 然後輸入進去的話 在你成功歸環之後 他會有一個回饋金給你 就是有點像是獎勵你去做環保這樣 我覺得還蠻棒的齁 畢竟你就是可以省錢 然後又可以環保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簡單的 給他重洗一下就可以了 好喔 那我們就晚上去夜市 我會再繼續偷拍 看他是不是就是 只是拍影片吃那麼多 我怎麼感覺我今天好像一直想要抓到露點 我怎麼覺得今天這支影片應該很難成功喔 就是完全不會有爆點 他真的是可以從頭吃到尾那種 好 那就晚上夜市 再來偷偷拍囉 夜市見 現在呢我們在等陽台 然後 我發現露露真的很強 他剛剛下午 六七八樣的下午茶 剛剛我們一來夜市喔 中間只休息半個小時左右 他剛剛已經吃了快十道 我現在真的覺得 今天這企劃我是不是真的拍錯 我本來是想要來個什麼 揭穿youtuber 試一下其實根本沒有吃那麼多 假吃 結果沒想到 等一下再跟露露一起做個結尾好了 再告訴他我們今天其實就是 等人企劃 好 等一下 好 那今天呢就是隔天的一早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環安好合器了 然後他這邊啊就是其實他這個站我覺得蠻大的 大家應該就是蠻明顯就可以找到 那我們現在呢 規環的方法非常簡單 先把它和體 我們這樣之後呢 他這好合器這邊 他都會有個QRcode碼 我們就把這個QRcode碼呢掃一下 他就會打開然後就可以把它丟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它丟進去 就是這麼的簡單 好不好 就可以了 直接進去了 真的很酷欸 很酷嗎 很酷嗎 這個很自動欸 好 好 我今天發現Lulu真的是不是夾吃 因為你一直跟我睡在一起 我覺得他一整天吃下來的那個份量 大概是15到20個人左右 欸真的不誇張 而且我們昨天是拿出什麼東西 他就是默默一直吃一直吃 我覺得你是把吃東西當成是一件興趣 就跟我喜歡玩手機玩掉的一樣那種感覺 你是不會有飽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除非說 因為今天吃到我不喜歡吃 但我把它全部吃完 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完全昨天就是我們自己主動買自己想吃的 而且我昨天除了就是用主鏡頭觀察你之外 其實我還有放另外一支鏡頭在觀察你們 嗯在哪 就是其實它是放在一個那個行李箱 但是在那邊很亂 然後你們也沒有想說要看 總之呢今天這個整個台南的行程算是一個結束了 然後最主要的主題其實也就是拍你私下 是不是真的會那麼吃 實際上真的證明你就是這麼會吃 Lulu你覺得這兩天一夜你應該是玩得開心的吧 因為自己出來工作會那個心情真的不一樣 可是跟了你之後 我其實減輕很多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人可以搭槍 而且最主要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台南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四個人坐在那邊吃 他們三個就瘋狂的戰獄 就喔台南東西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然後我們下午在那邊吃下午茶的時候 我們就對這個覺得真的是太厲害 台南怎麼可以跟Foodpanda 還有台南環保局跟環保署 好合器這樣結合一個就是愛地球外送跟一個零廢氣生活 你看它這個架設它是真的是已經有一個規模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以後要來台南玩啊 叫外送的話你們可以使用Foodpanda 這樣它就是送來的東西就會是環保的餐具 然後規環過程其實非常簡單 它規環在呢目前還在陸續的架設中 未來會有更多就是每一區都會有 所以大家不用怕麻煩 就是可能出門的時候經過就順便還一下這樣 好啦那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今天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影片按個讚 熱意鍵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我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打開小鈴鐺 然後LULU的頻道呢也會上一支影片跟我合作的 很好玩喔 夜市的影片想要知道是什麼呢 可以去訂閱她的頻道 我們應該會是同一天左右上影片 那就這樣啦我們下次見掰掰 要訂閱我跟LULU喔 可以 你要吃得完 我們點很多欸 我們現在下面 可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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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是皮孩 他是皮孩是不是啦 但是我說 你問有時候那一塊有會穿嗎 褲子還會穿嗎 我也會穿嗎 別褲子我都在 而且我是有時候回家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要我這樣討我一個人身材 我就是尿尿然後就拖著拖 然後坐下來的時候我就會看到那一鎖 欸奇怪 怎麼 你知道那個 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那我就想一下 我今天有脫內褲嗎 我就沒有了 而且我超常穿白 我一個禮拜會有四天 把內褲穿白 他褲子穿白太扯了啦 你如果說自然車來跟公車穿 他是 騎摩托來公司 整趟應該很容易 他不要 為什麼我會發現 他是吊牌在外面那邊 你知道 就像一個小尾巴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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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